大家好 欢迎收看今天的聚焦洛杉矶 我是主持人子萱 下面来关注一下实体店营业收入锐减 梅西百货大半员工本周期放无薪假的新闻 梅西百货在3月30日的时候表示 受新冠疫情影响 本周期将开始给其大部分员工放无薪假 梅西拒绝透露此举将影响多少员工 但是这家百货巨头表示 虽然其网店仍然开放 但是由于失去了大部分收入来源 这就是为什么必须要削减成本 在周一的一份声明中 梅西百货列出了为巩固财务状况以采取的许多步骤 包括暂停派息 取消信贷额度 冻结招聘和支出 并取消了一些订单等等 该公司在声明中表示 尽管这些行动有所帮助 但是还远远不够 对于梅西百货 bloomingdale 还有bloomercury 我们将努力维持基本运营所需的最低限度的劳动力 该公司还表示正在评估所有其他的融资方案 截至2月2日 梅西百货公司大约有13万名员工 不包括季节性员工 根据其网站 梅西百货公司经营着551家梅西百货公司 34家bloomingdale商场 19家bloomingdale奥特莱斯店 还有171家bloomercury商店 随着疫情在全美的蔓延 包括梅西在内的数十家零售商都宣布关闭门店 以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 尽管网店没有受影响 但是由于实体店停业 这些公司的销售额都遭受了重创 目前的疫情并没有减缓的迹象 百货公司可能会在未来几周受到更大的压力 Cose和梅西百货的流动资金仅仅够维持5个月 GCPenney和Northstrong的情况要好一些 有足够的现金可以在停业8个月的情况下维持运作 梅西百货公司表示 其数字业务方面的员工 例如在配送中心和呼叫中心受到的影响比较小 该公司还说 放无薪假的员工如果加入了健康保险 将继续享受保障 公司将支付保险费的100% 梅西表示 随着恢复营业 我们打算让员工分批回